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朝點端打 我是今日主持呂昌龍 英國大選陳愛樂定 工黨以史上罕見的成績贏得選舉 在國會下議院全部650個議席之中 贏取超過410個席位 保守黨只能夠保住121個議席 是110多年來最失敗的結果 工黨領袖施紀賢勝選後 隨即到白金漢宮近見英皇查理斯三世 被獲任命為首相授權祖國 他在唐寧街10號發表就職演講 強調當前首要任務是推動經濟增長 二年61歲的施紀賢 是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年紀最大的新任首相 他在1987年取得大律師資格 專注於人權法、國際法、司法覆核、引渡法等等 1990年成為了 道帝街大律師事務所的合夥創辦人之一 2002年獲得御用大律師資格 在2007年更加成為大律師事務所的主管 道帝街大律師事務所 在施紀賢入主唐寧街10號之後發出新聞稿 祝賀施紀賢勝出大選領導英國 在新聞稿內更加細數施紀賢和這個事務所的深口關係 其實施紀賢早在2008年已經離開了這間事務所 出任英國皇家檢察院的刑事檢控專員 道帝街大律師事務所對港人來說其實並不陌生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一班自稱是黎智英國際律師團的英國律師 竟然明目張膽以政治干預香港的法治 企圖向香港特區施壓釋放黎智英 公然妨礙司法公正 而這個律師團是由加拉克帶領其餘三位律師組成 全部都是來自道帝街大律師事務所 而這個事務所的女主管之一肯尼迪 更加是英國反華陣營其中一名主將 在2021年被內地制裁 前香港大律師工會主席夏博爾 現在亦都在這間事務所掛牌 他在2021年至2022年在香港出任大律師工會主席期間 曾經多番針對港區國安法和香港警隊 卸任後被國安處傳召問華 在會面結束幾個小時後 他立即瘡狂來說 司紀賢和英國反華陣營的大律師事務所 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不得不令人警惕 他在處理對華關係和黎智英案等問題上 將會採取什麼策略 司紀賢曾經自稱在年輕時 對馬克思主義非常感興趣 亦都一直以社會主義者來自居 但他由2020年4月起接任工黨黨魁以來 就很少在公開場合談論中國 或者俄羅斯等國際問題 工黨的對華政策 較為具體要算是現在出任外上的拉米 在大選之前公開宣布工黨政綱所談及的 工黨會對中國採取接觸和尋求合作 必要時將會競爭並提出挑戰的態度 英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採取模糊策略 早是意料之內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對工黨勝出大選 只是作出平淡回應 又說中方希望和英方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礎上 推動中英關係沿正確軌道前進 而國務院亦都在英國大選有結果的兩日之後 先致電祝賀司紀賢出任首相 就說中英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以及世界的主要經濟體 兩國加強協調合作符合雙方利益 亦都有利國際社會團結應對全球挑戰 今次英國大選與其說是工黨大勝 倒不如說是選民拋棄了保守黨 今次大選的投票率只有六成 而工黨僅僅是獲得34%的選票 比2001年由市任首相貝里亞領導的工黨 在大選當中取得41%得票率相比較相差甚遠 但就獲得了國會63.7%的議席 顯示選民對工黨和司紀賢並沒有太大的熱情 英國人對大選冷淡 反而移居到英國的不少所謂手足 就自以為英國政客很重視當地的香港人 有報導說在英的一些港人組織 在投票之前吹谷持有BNO的港人登記成為選民 他們又向英國各黨派共4500個候選人 發出支持港人抗爭的承諾書 要求他們在勝選之後 在外交戰線出眼招對付中國和香港特區 最後只得57人回應 在來政上已經決定實行進步現實主義的工黨 明顯會取消保守黨政府制定將非法入境難民轉送到盧旺達定居的計劃 並且將持有BNO入境居留的港人 同因為戰亂逃難到英國的烏克蘭人和敘利亞人等等 思維同類的政治難民 工黨一直都說要控制和管理好移民制度 是否意味著不少自稱流亡 新人士新作風 看來這些人想自求多福都很難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